一个训练有素的特警完全可以轻轻松松的摆平十几个普通人 然而在几十年前有一个汉匪仅凭一己之力 跟37名特警对峙 最终造成11人受伤 5人当场身亡 这个汉匪名叫万光绪 出生于1970年 祖籍江西永修县 万光绪从小就很有活力 上中学的时候因为身体素质优异 考进了当地体校 经过几年训练 体育成绩优异的万光绪被当地体工队选中 成了一名设计运动员 万光绪最擅长的项目是25米宿舍 经常可以打出令人羡慕的成绩 这种设计天赋 虽然让万光绪打出了一定的名气 可也为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当时有不少人嫉妒他的成绩 经常找他挑衅 而万光绪的脾气本来就不好 立刻就跟人起了冲突 一开始体工队领导还很理解万光绪的处境 不仅没有对他采取惩罚措施 反而还宽慰他尽量放平心态 跟队友和平相处 没想到这种柔和的处理方式 反而助长了万光绪的自傲情绪 后来万光绪多次打架斗殴 造成了难以抹除的恶劣影响 工体队只能忍痛将他赶出队伍 万光绪离开体工队之后 觉得没脸回家 只能流落街头 成了一名混混 从那以后 原本只是脾气暴躁的万光绪 陆绪沾染了许多恶习 他逐渐失去了对法律的敬畏 1995年11月 万光绪抢弄了一把手枪 他靠着这把武器疯狂作案 接连害死了许多普通百姓 受到警方通缉后 万光绪流亡到广州 在那里他彻底沦为杀人狂魔 1997年万光绪觉得风头已过 偷偷遣回岳父家里 当地警方得到情报后 立刻进行抓捕行动 37名特警赶到后 彻底封锁了其藏匿的楼房 万光绪在这种情况下 赋予顽抗 靠着自己的枪法 跟特警们枪战了两个多小时 在这场激烈的决斗中 特警们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 终于让万光绪 这个逍遥多年的杀人犯 彻底伏法 发生了一切